哈囉我是葡萄 今天要玩這款手機遊戲 我帶兵最牛 一款廣告比遊戲還要牛的遊戲 OK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遊戲預覽圖吧 遊戲預覽圖他應該是直向遊戲 怪不得他的廣告都是一些動畫 不然就看起來好像橫向大作 反正你從他的遊戲預覽圖 你就可以判斷出一件事情 就是他投放的廣告 比他遊戲本身還要牛 OK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玩吧 然後到底看裡面是在搞什麼鬼 OK開始玩 OK我們要進來嗎 哦這個我在 哎等一下這個我在廣告上面有看過 哦密集恐懼症各位觀眾朋友 密集恐懼症 哎 幹嘛 這裡不來還是孫悟空啊 哎等一下他會不會有B券 靠北靠北我要關小聲一點 他他B券會不會有板球 我要關小聲一點 哦這廣告上面好像有看過吧 這個 變形金剛嗎 鋼彈 哦變形 開大聲一點應該還好吧 我帶兵最牛 好 一開始動畫嗎 在廣告上面 為什麼要我通話 這個只是個直向性的遊戲 你要我通話 你要管理我的通話幹什麼啊 哎會不會太扯啊 哎你只是個直向性遊戲 你要玩家的通話權限幹嘛 你想要聽什麼 你是想要聽人家在電愛的聲音嗎 你是想要聽人家 在跟他女性朋友電愛的聲音 是不是啊 哇靠要管理通話 我拒絕會怎樣 哦不會這樣好沒事 幹你 媽的欸 我知道他該不會就是說 先看你要 看就是這個權限嘛 反正我就是這個權限我提示 然後顯示出來 然後看會不會瞎貓碰上死耗子 看哪個白痴會點下去 該不會真的有玩家已經點進去了吧 有玩家已經授權授權按理管理他的通話嗎 欸這個 這很恐怖欸 他如果要通話權限 就代表說 代表就是說 他可以隨時聽到你講話 你講什麼話 或者說在討論什麼事情 包括你跟女朋友 戀愛的聲音都會有 還有跟你男朋友 戀愛的聲音也會有 然後同性戀愛的聲音也會有 然後同性戀愛的聲音也會有 哦 好恐怖啊 OK 啊我這邊要用什麼欸 遊客吧 我就用遊客啊 哦 哦進去了 好 選服 S7 然後張張張張掃 選服 看一下 然後通常這種遊戲嗎 對不意外的通常這種遊戲嗎 他的伺服器已經會開很多 靠北 這伺服器也開太多了吧 S1到S17 然後大概他分流嗎 呃大概分流有四個 那17乘以4 17乘以4 4 然後是 4 47 28 47 28 68個 所以這邊總共有68個伺服器就對了 哦這邊總共有68個伺服器 好 那我要選哪一個欸 啊我要選貂蟬嗎還是黃月鷹欸 不要不要不要黃月鷹 我想一下我要選哪一個 花木 所以現在是怎樣這個是個 所謂大雜大雜會就對了 就是一些什麼歷史人物啊都給他大雜會就對了 還有紅孩兒 女兒國 請問現在有沒有神隱少女 這個遊戲還有沒有神隱少女請說一下 該不會還有哈利波特吧 他廣告上面有出現哈利波特 該不會真的有哈利波特吧 哈利波特你在哪裡 我看看哈利波特五折天殺小 五 诶諸葛亮 好像沒有哈利波特欸 我跟他噴口水對不起 哈哈哈哈 好 那麼我們就選一個 看一下哦 我看看女兒國 好 我們去 我們去女兒國好了 你們知道 你們看過海賊王吧 對不對 海賊王不是有一個有一個島嶼叫女兒國嗎 什麼九頭蛇 什麼九蛇的 那女帝女帝和考克的那個國家叫女兒國吧 對不對 OK那我們就進去了 然後 反正這個遊戲嗎 我通常打廣告打很浮誇那種遊戲嗎 抱持抱持那個期待嗎 那個期待嗎 都打個八折 你甚至可以說把那個期待給減掉 就像嬰兒甘促生一樣 先把期待給減掉就對了 招募士兵 這個是怎樣招募士兵法 我想一下哦 所以他這個 他的人物會不會太小一點 他的人物會不會太小一點 我們看一下他的 他的廣告吧 我覺得他的建模 建模的話應該也跟遊戲差不多吧 就是他廣告裡面那個人物的建模 應該是跟遊戲本身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遊戲本身也太小吧 哇靠 請問一下我們是這個是這個才是才叫做乙族騎兵吧 各位觀眾朋友這個這個遊戲才叫做乙族騎兵吧 因為他裡面的人物嗎 他裡面的人物真的很像螞蟻 比螞蟻還要小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乙族騎兵對不對 對 簡單來說就是打副本嗎 你就要排 靠北這也太小了吧 幹 這可以拉近嗎 這可以拉近啊 迎區獎勵 哦合成 啊 對啊 他這他整個這樣 他最近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他小啊 他前面 他前面其實就跟一般的一些什麼遊戲一樣 大部分的手機遊戲 我這樣講好了 凡是在手機上面出的遊戲 基本上他們都很容易出現一個套路 就是前面一定是新手教學 他反正他就是前面帶你新手教學 然後前面的福利一定是送好送滿 然後前面的獎勵一定會比較多 然後到後面嘛 你就會發現有個斷層 就是說你前面很好過 然後後面很容易就出現一個斷層 就是說後面關卡 非常的難過 就像沒有女朋友一樣 非常的難過 像說我有女朋友啊 我有嗎 應該有啊 呃 我有 就是我左手跟右手 他是在那個 他是在那個開始之前嘛 你先把你的兵給排好 反正就是 雙方在對此之前 然後你的兵 你的兵種 你的兵引 你的烈盾 你的正法要先排好就對了 他媽我是真的是以族騎兵 真的畫面真的小到可以 呃 直向線手機遊戲 我對這個遊戲其實也沒有到什麼不滿的程度啊 雖然說他他投放這些真的很智障 對他投放這些真的很智障 但是就是 他至少也是這個人物的劍 就是他廣告是很浮誇啊 但是他至少裡面的建模應該 應該跟遊戲本身是差不多的 他裡面遊戲一些什麼建模 一些什麼模組啊 應該是跟遊戲本身是差不多的 所以 我對這個遊戲的不滿程度 比最近要出的什麼 新劍霞世界3 呃沒有那麼高啊 這個遊戲頂多就只是 就只是個浮誇宣傳遊戲 雖然我覺得品質好像也沒 也不是說很好啊 因為畢竟你看他的 他就是直向線遊戲 然後畫面還這麼小 人物他媽的好像 青春豆 他人物好像青春豆 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說如果他動畫 他遊戲可以像他動畫一樣的話 應該是蠻好玩的 反正他就是所謂排兵不列啊 排兵不列那種遊戲就是 打副本通關嘛 然後一關一關這樣子 然後你在關卡開打之前 把你的把你的正法 把你的排兵不正給擺好 然後就看能不能過關而已 這會不會失敗啊 應該會失敗吧 欸不會吧 我不知道欸 這麼小是要看殺小 通常手機遊戲嘛 你應不應該對他抱持著期待 真的可以從他的廣告 可以從他的廣告 跟他的遊戲預覽圖看得出來 再說一次啊 一款手機遊戲 你應不應該對他抱持著期待 真的可以從他投放的廣告 跟他遊戲的預覽圖判斷出來 就只是個很普通 然後就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反正就是畫面很小 然後普通的闖關副本遊戲而已 就是這樣子 就像我前面說的嘛 廣告比他遊戲本身還要牛 廣告比他遊戲本身還要牛 哈哈哈哈 然後拿到什麼啊 肝飲嘛對不對 喔他是肝飲 然後他喜歡吃兩面 肝飲涼 肝飲涼 哈哈哈哈 OK